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每个星期一都会在这里聊天 今天我们主题是中资股 很高兴请到法国巴黎银行的Gray Sitter聊天 Gray Sitter 你好 你好 我们刚刚都提过了 中资股有A股有X股 但是不论A还是H 最近一开年1月份开始 感觉上资金流向都是很喜欢这些相关的股份 其实Gray Sitter我看到 譬如以上个星期为例 很多人就会以MSCI中国指数为例 彈了超过5% 有很多科技相关的龙头 其实也是上回来 美国那边中概股都表现很好 其实一开年在基金界的角度 为什么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追进去的感觉 我想真的相对美股来说 这些中资股 其实都是相对地便宜的 或者你说股值是合理的 再加上本身就是 你可以说中国经济 尤其是在疫情先入先出 尤其是你会看到去年经济 尤其是下半年 其实是做得非常之好 所以大家都觉得 入中资的股份 好像相对欧美 好像安全性比较好 因为盈利 似乎可以看到是继续增长 尤其是疫情 就算你说好像最近 是不是有第二波 其实大家都觉得 应该是受控的 不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尤其是中资股来说 今年大家都展望 很多的一些所谓新经济的股 可能是二次上市IPO 这个都是继续一个挺大的主题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资金 无论大家可能听很多 就是北水南下 就一月创新高 但是不单单在北水下来 中资股或者港股 其实我们会看到 就是海外的资金 说的是连续23个星期 都是直流入 直流入香港这个股票市场 我经常看 譬如最新一份资金流报告 就是Jeffries 直至上星期三 我看到譬如以护卫基金也好 ETF也好 其实只是流入 香港的股票基金 都超过25亿 其实都挺夸张 还要像你说的 二十多个星期不断流入 但是有很多人在说 海外资金叫做外资 另外就是一些北上下来的资金 叫做中资 之前我见上星期开始 有些人说 现在就是农历新年 大家就说法国土有一个趋势 好像当上面的资金下来 那时候海外资金就缩 就是规模上好像减 有得他们接货 其实你看到这些趋势 就是两边的资金 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我想其实有机会就是以往 可能有这些关系 但是其实如果你说的 真的一月份 其实是两边 就是在内地下来 还是在外外资金进来 其实都是相对强劲的 我想其实尤其是香港的市场 其实可能由去年开始 一个有个比较结构性的转变 就是以往可能大家都觉得 在香港上市的中资股 比较多我们都是所谓的旧经济股 就是比如能源 银行 金融 这些 但是真的由去年开始 我们会见到 是真的多了很多的一些 所谓新经济 入蓝筹 是 在说科技股 大家都比较追捧 觉得是长线的这些股份 而今年来说 还在说 可能未来MSCI 会有个科技的指数 也都是会纳入 就是很多这些中资的科技股 变成了整个主题 就是有个延续在 再加上就是股值吸引的时候 就很自然会吸引到资金流入来 还有我想很多外资都开始 也都知道 今年其实恒指成分股有变动的比重上 可能新经济股的比重 也都会再拉高一点 预先过来 可能掃住一些货 会不会有这样的纷纹出现 也会有这样的机会 尤其是你会见到 就是早前 比较有些中国和美国的一些 Tension 说到美国会制裁 或者限制一些中资股份 反而就是那些中资股份 有这些坏消息 就是你见到它跌了下来 但是就有一堆的资金 就是去资钱 是很快的 你会见到很多这些资金 其实他们对于那个股值很敏感 就是一便宜了 又觉得其实这些是中长线 其实不觉得在盈利方面 会有很大的问题 就会去追捧 我们看到就刚才也说过 有些外资也可能想着今年延续症的行指 又或者在这边的机会 其实开始在这边已经买好一些货 另一边就是我想 今个星期特别多人就关注 究竟北上在那些资金 南下下来 就掃一些中资股的趋势 其实会不会暂时停止 因为明天 星期二开始 准备农历新年 两地互联互通就会暂时删杂 几个交易日 大家估计香港的墙可能会比较静 其实是否在基金界 亦都充分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呢 其实都有这样的机会会静回 其实你会见到 譬如上个星期开始 那个都是淨流入 但淨流入的没有一月那么夸张 就是二百多亿那些一日 还有你讲其实是过去那五个星期 已经是进入去年的一半了 所以其实都是几夸张的数字 所以未来就算你说是新年后 都有机会 我们都相信尽是有机会 是有个淨流入在 但是你说那个规模 未必会好像一月份那么夸张 因为其实一月份 就是有一些跌了下来的股份 在估值上非常之吸引 好 刚才Grace也提到 其实我们过去一个月 其实都是不停说资金下来的数字 如果你说的规模 就差不多已经三千六百八十亿 就说港元 你和你说的 就是已经占了去年 那个六千七百多亿的 差不多五十四个百分之 我们就关注着究竟 未来的农历新年假期 他们提早下不了 究竟会不会有些买货的机会 有时长线资金想的东西 就会想得会不会复杂了一些 例如我都要想想 究竟股值这边是否吸引 盈利能力其实还有没有向上空间等等 其实在我们有时会看 例如AH日价指数去摸 究竟A股和H股中间的差距 会不会已经去到一个转捩点 大家觉得H股真的要追落后 Grace我发现就真的是 看回我们AH日价指数的图 去年10月的时候去到差不多149 就是多年来的新高 相当于A股平均说 比H股贵的都要1.49倍 最近又真的一直掃到H股 然后掃到H股贵的指数 去到130多 今天大概是136左右 其实这个图帮不帮大家摸 究竟我们这边的H股 是否值得买这件事呢 其实你都可以这样说 尤其是现在说的是130多 其实在很久之前 都有一些历史可以落到100 甚至是100流行 所以其实是有空间的 而且你会看回 事实上都是H股可能是 特别是由去年的11月开始 我们看到有一个升势 也追回A股 所以我们看到日价指数 就是向下 所以其实未来 现在仍然看到 整体来说 A股仍比H股贵 所以你都可以说 其实都仍有一个空间 H股可以继续上升 不过这么说 事实上都说 由11月开始 其实是说连续三个月 其实H股的升势是非常好 没什么停 其实如果你说短期 技术上 都是有些超买的状况 所以会不会趁着 刚刚来的北水就暂停 因为放假了 而可能你说H股 会有一个整顾期 我们觉得是 反而是必须的 对后市可以延续有帮助 可以健康一点 有时候我们今年 泰国主题是不停地说 北水下来 就是拿了港股的定价权 这样的说法 有些行业 我见估得非常乐观 譬如前段比较夸张 大摩就直接说 今年北水下来的金额 其实可以超过一万亿 因为他计算了 内地的护卫基金等等 其实我们一年头 经常听过日光机那些 就是一开个基金 其实已经被人抢购一空 觉得港股又真的很吸引 所以令到那些基金 其实那些人很想来买东西 其实有没有这么夸张 可以去到一万亿以上 你们行的乐观程度是多少 其实我们都觉得 譬如今年来说 那个趋势都会继续 尤其是如果你说 在内地的资金来说 你讲譬如那个楼市 内地的楼市其实现在是收紧的 是吗 那变了一些资金 我多元的资金 我又未必想买房子 那变了没有 不知道走去哪 但又其实都还是 都是相对地宽松的 那变了他们就 不如看到那个股市 好像都容易赚钱 那而A股其实他们本身 也都持有不少 所以其实都很自然 走下来就是 我们有了这个沪港通这个途径 那就可以透过基金 这样去买入 那还要是说 就是香港很多这些 中资股是一些大型 科技股 新经济股 所以是挺吸引的 你刚才说到 比如大型的中资科技股 其实有时他们下来掃东西 都看中了我们这边 有些题材上的稀缺性 就是他们也没有的 但其实他们的A股 也都有很多 譬如今年会重点玩的一些板块 其实他们是更加赚 譬如一些消费相关的 我们香港其实都没有 A股的行情就很热闹的 那我们怎样看来 摸A股的情绪 就算他们的资金下来 但如果A股要撑得住 我们港股这边才会开心的 如果我们都会有很大的回调压力 A股最近都多人讨论 因为主要指数其实都见位破位 特别是护心300很多 机构投资者会追踪的指数 其实都破了很多年的高位 有人开始害怕 就是说最近内地有很多的因素 都好像开始一样的 例如资金正在连接 那些临近税晚 人行不是很肯放水 其实对股市的打击作用 大家都立刻讨论 你觉得是怎样呢 今年那个人行政策 会不会令到中资股 或者A股的墙 其实是需要剩下跌呢 其实事实上 你说人行的政策 跟去年其实都会不同的 去年当然是它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 会做了一些宽松的动作 但是他们做的宽松动作 当然由相对 欧美来说其实就不同层次的 欧美来说就是什么都做的 但是其实你会看到 就是中国那个做法都是 它是针对地去做一些的宽松政策 好了 现在的经济叫做都挺好 有点起色 在复苏 说的是他们会正常化 跟收紧亦都是不同的 只不过是由一个很宽松的状况 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但是就未至于是由一个正常的状态 就是直接去到一个收紧 我想其实市场最担心 就是究竟它是不是真的想收紧 因为其实正如你所说 之前那个短息 就突然间创了八年的位置 这个市场就很担心 其实这个是不是人行 给市场的一个信息 是的 不要说都那么疯了 是的 还有其实人行一直都出来说 我们是正常化的 是不是特意要这样做呢 但是当然上个礼拜我们看回 就是那个短息就回落了 人行也都有注资 他好像告诉我们 我们都不是说要 短息要很紧的 我们不是收紧 但是也都有机会 就是未来几个月 他们真的会慢慢正常化 但是正常化 我相信他们都会很小心这样做 因为其实你会见到 就是整个股票市场 或者金融市场 其实真的对于 人行取贷 资金链 很敏忽 是的 真的很敏感 其实不仅是今次的 其实很多年 这么多年都是一样 其实市场都是看着 人行的利率 那个走势 看回它是收紧 其实一收紧 你会见到 就是金融市场 就是会有回调的了 变成了他们的做法 会是很小心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指标 留意人行 他们在说正常化 是不是逐步正常化呢 还是其实市场都在说 就是中国今年有一个风险 就是会不会 他在说正常化的时候 有些东西会做得过度了呢 这个会是今年的风险 是 譬如去年都开始陆续 有很多不太好的消息 例如债券违约等等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如果市场在抽那些息抽高 其实会不会也对实体经济 带来一些影响 不过Grace 我觉得有时候 内地政策主导 很多东西 譬如中央 开一开声 说OK的 其实那些人就有钱便任性 其实有时候沽媒都会出口 突然间就说 想为市场降温等等 大家都会拿一些指标去看 究竟怎样摸A股的情绪 有时我们会看一些成交 有时我们就会看一些 就是孖展 究竟做到多夸张 有时我都害怕 看到A股这样飙升上去 又会想起2015年 那个超级短的牛市 很快就想起 就是因为那些两融玩得太厉害 其实现在的情况 需不需要值得担心 如果你说 真的看回这个图表 现在的户芯300指数 其实都已经回到2015年的高位 但是你说两融 就是孖展的买卖方面 其实就是红色线 虽然是有上升 但未去到2015年 一个这么疯狂的水平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 现在的A股市场 都未至于看到一个过热的状况 还有你会看到 可能正正就是2015年的教训 其实你会看到 就是内地的处理都是要小心的 你会看到一方面 就是去年下半年 他们出来说 其实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牛市 健康盲 是的 但就是健康 就是想持续性的 所以他们可能真的一看到 一些有泡沫的迹象等等 其实都有机会 不论他们可能是用一个口述 还是用其他的一些方法 希望是减低这个泡沫的组成 而真是做一种健康的牛市 是的 暂时来说都好像是OK的 就是似乎逐步逐步地上升 比如市 如果大家想参考 比如两融原额 Grace都说了 跟2015年的时候差距比较大 我们现在暂时平均是1.6万亿左右 但是2015年的时候 最高是上过2.2万亿左右 占流通股的市值 当时差不多去到10% 现在其实因为市值大膨胀了 所以相对于占流通市值 就是孖展融资价 占的市值大概4% 比较松一点 所以感觉上 都是不需要担心的 如果市的气氛OK X股和中资股 亦都有些可投资的感觉 我们要想 数到什么板块好些呢 如果我们追踪一下 比如南下资金下来数些什么 或者甚至在美国的中概股 其实过去一个月 来来去去都是玩那些 就是有些新经济股就跑上来 你会看到来来去去都是一些IT 有些通讯相关 就是我们知道这边的 都知道哪几个 比如ATM 又或者中移动那些 其实就跑赢大市 就是因为南下资金 数的比例是比较多的 Grace我们都会 在想究竟来来的方向 是不是都是继续 他们下来的胃口 是不是都是继续在这些板块上 我想如果真的见到 有一些调整的时候 当然他们就会 尤其是一些科技股 一些我们所谓的增长股 这些方面如果真的见到 调整股值变回吸引 都会相信他们南下资金都会 都会掃回这些板块 但是你说 好了 而这些的科技股等等 其实最近也都见到 一个非常厉害的升势之后 我都相信他们未必会高追 反而可能慢慢就会 又走回去一些 就是旧经济股 因为其实旧经济股 其实是会受惠于 就是环球的复苏 我们说很多这些旧经济股 其实可能是所谓的顺周期 就是说各个周期 经济复苏 有机会受惠 譬如说一些资源股 或者一些汽车 这些这样的 就是有机会 就是一个环球的复苏而受惠 还有还有是估值 相对一些所谓的增长股 他们都还是比较便宜的时候 可以去考虑 有机会我们可能追回一些 落后的板块 我都见到 譬如你们建议 那些钱怎样去调配板块 又真是一些原材料相关 一些工业相关 是一些旧经济的比重是比较多 反而为何科技股 摆中性就是因为 是不是真的升得太多呢 是的 其实科技 我们都是刚刚就将它 就是由高配 调低去中性 就是真的想获利 因为你看到就是 赚足了 就是最近 你看到是 甚至乎有些股份 是好像直线上升 所以我们会觉得 你说短期里面 会有一些的整固期 我们会觉得是会出现的 而我们也都会去等 或者去看回这些整固期 再看回机会 都有机会 就是将科技的板块 就是再升上去高配的位置 但是现在我们就等着 可能会有机会有个调整 但是相对地 你会看到 就是我们所谓一些的 就是顺周期的一些板块 譬如是一些非必需品 或者必需品 甚至乎是一些 刚才你所说的工业 材料等等这些板块 但是我们会觉得 就是会受惠于 就是真的经济的持续复苏 尤其是很多的工业 材料等这些 其实中国的出口 其实都会持续好 就是因为受惠于环球 或者欧美的经济的复苏 再加上就是 其实现在很多的政府 都说他们会 去专注一些减排 幻保 绿色 是的 绿色这些 其实也都是会对于工业 或者材料 这些其实那个需求 是会增加的 好了 那科技股 大家都不用担心 最近其实也有比较多一些消息 帮忙震荡一下 希望看会不会回下 不过暂时来说 不会回得多 例如反垄断相关 或者中美大战 有些相关股份入黑名单 又要剔除国际指数等的消息 我们观察一下 看看他们会不会回回 然后我们就再买 然后Grace 也要大家特别留意一些 经济周期比较敏感的股份 特别是绿色能源相关的股份 等一下Grace 还会和大家多说几句 今天谢谢你和我的分析 大家知不知道这些制造牵涉到什么天然资源 当中包括了很多的银、铝、铜、链 而整体来说 大宗商品市场 过去都好几年 是有一个熊市 而今年随着经济复苏 以及环保需求增加 在这个牛年 又会不会变成进入一个牛市 比较 好